尊敬的,注意統修,注意護法,注意大德 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佛佛佛 今天我們在這一次借這個共修這個姻緣 再一次再跟大家來互相鼓勵,互相的提醒 念佛是一種很好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念佛不但能夠將來幫助我們這一生當中 了生死出三界 也能夠幫助我們將來成佛 就如同觀如亮受佛經所講的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但是這個佛號呢 這個佛號呢 能不能念得好 那就看自己的心 不能善心良意 來念這句名號 要專心 要誠心 你才能夠 你才能夠 跟這句阿彌陀佛名號相應 所以很多人說啊 阿彌陀佛有多大的功德 你就有多大的功德 這個就是我們念佛的好處 還有人說 師父這個念佛能不能得阿彌陀佛的加持 你要得到阿彌陀佛的加持啊 用什麼方法呢 沒有別的 你念佛的名號 你念佛的名號啊 等於你跟阿彌陀佛相應 所以 首先我們一定要明白這種事情 那麼今天啊 墨雪呢 在借這個姻緣這個功修啊 來給大家講一講一些事情 最近我在這個很多地方啊 遇到一些同修 遇到很多同修 提出一些問題 他說師父這個 我們一般啊 做三十系念 像我們西澳 每一年啊 都會舉辦這個三十系念大法會 在這個三十系念法會當中啊 回向給我們的歷代祖先啊 我們過往的父母啊 我們的累劫的殷勤債主 或者我們的這些家親見俗 或者回向給這個世界 希望這個世界啊 大在化小 小在化五 或者回向虛空法界一切眾生 真的 真的 真的能夠得到利益嗎 這個很多人 最近啊 我常常遇到的 還有一些 甚至有人說 師父我在家裡誦經 或者 誦地藏經啊 無量壽經啊 聽人家說 是不可以回向的 甚至有人說 我們佛法所講的回向 是不是迷信啊 種種的問題呢 這些啊 我今天啊 就借這個短短的時間 來給大家說明一下 讓大家以後啊 無論你在哪裡 在誦經也好 念佛也罷 或者你在參加 無論哪一個法會 或者我們學會在辦這個 三十系念 或者我們今天共修 最後會做一個回向的總結 那讓我們大家 能夠產生了這種的 信心 那希望大家 能夠了解 能夠明白 這個回向的重要性 是一個非常的重要 那 問題啊 請問師父 這個回向給這些 亡靈啊 這些過往的父母啊 累積的 因親債主 我們的歷代祖先 真的他們能夠得到利益呢 在這個因緣呢 我就給大家來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過去佛陀在世的時候 那有一次呢 那佛陀啊 要舉辦這個大法會 要舉辦這個大法會 隔天 隔天要辦這個大法會 那今天的下午呢 晚上 佛陀啊 在樹下打坐 在打坐的時候呢 突然間啊 來了 五百的惡鬼 這五百惡鬼呢 就來給佛陀啊 訴苦 而且啊 一般訴苦 一般的苦喔 所以大家要小心喔 這一生得忍生啊 下一輩子能夠得忍生也不一定 啊 千萬啊 不要躲在散熱道 那當的時候 當然真的很辛苦 那這五百惡鬼呢 來找這個佛陀啊 一般訴苦一般哭 佛陀就問這個五百惡鬼啊 你們為什麼會哭啊 啊 啊 是什麼樣的 煩惱讓你這麼難過啊 這麼一直在哭呢 這五百惡鬼呢 就告訴佛陀啊 說佛陀啊 我們每一天啊 活得很辛苦 啊 沒得吃 而且每一天啊 整個身上啊 天天被這個火啊 在燒 所以整個人啊 都很痛苦啊 請佛陀呢 能不能啊 在明天這個大法會當中啊 能不能幫我們做一個回向 為什麼呢 因為明天這個大法會裡面啊 這五百鬼的這些的子孫啊 有五百個人啊 他們會來參與這個活動 他們會來參與這個大法會 所以佛陀啊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這些子孫 啊 這個法會結束 能不能回向給我們 希望我們早日解脫 離苦得樂 因為我們真的太苦了 苦不甘願啊 所以呢 祈求佛陀能不能幫助我們 那佛陀慈悲啊 佛陀是大慎大慎大慎 當然會幫忙 然後呢 佛陀就答應了這些五百惡鬼 但是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明天大法會的時候啊 你們一定要來參與這個法會 但是這些五百惡鬼啊 就告訴佛陀 如果我們五百 如果我們五百 來參與這個大法會呢 那我們的子孫啊 來參與這個大慧呢 能不能會害怕呢 看到我們這樣的 形狀啊 而且我們這個惡鬼像啊 我相信大家看到了 都會害怕的 那不要說他們 可能我們自己看到也會害怕嘛 所以這個啊 這五百惡鬼呢 就答應佛陀 就告訴佛陀 好 那明天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隔天呢 明天開始啊 這個佛陀啊跟他的弟子啊 就開始誦經啊 念作啊 來做這個法會 那做這個法會結束 結束之後呢 這個佛陀啊 要做一個總結的回向 還沒回向之前呢 佛陀啊就告訴這五百惡鬼啊 你們現在可以現身了 可以現身了 啊 當這個五百惡鬼現身的時候呢 沒想到啊 這些參與這個大法會啊 當中啊 包括他們的子孫啊 看到這個惡鬼像啊 大家都想要跑 後來呢 佛陀就告訴他們 而且告訴他們子孫 你們不要害怕 也不用跑 為什麼 因為這些惡鬼就是你的祖先 你的去世的父母 就是你過往的父母 現在他們來求超度 那應當今天我們把這個大會呢 把這個法會當中 來當地來做一個回向 然後呢佛陀講完了 大家也先定下來啊 大家也好好坐下來 坐下來之後呢 那佛陀啊 就領眾大眾來回向 像我們常常啊 領眾大眾 這個回向啊 因為你此功德啊 這個上報私寵恩啊 夏季三獨苦啊 若有見聞者啊 吸發五體心 那佛陀呢 就領眾這個大眾啊 來做這個一起回向 怎麼回向呢 佛陀就告訴大家 回向什麼 七世父母 歷代祖先 往生父母 然後最後啊 焉親載主 最後佛陀就講一句 離苦升天 當佛陀呢 講到離苦升天的時候啊 這五百惡鬼呢 就飛到天空了 飛到天空做什麼呢 然後呢 然後呢 當他們唸這個回向管的時候呢 這五百惡鬼啊 就飛到天空了 而且飛到天空呢 現這個天神像 然後呢 合掌向佛陀頂禮 就離開了 所以 尊敬的主義同修大眾 從這個故事裡面呢 然後呢 可以來啟發 來告訴我們 佛陀 為什麼 告訴我們 常常提醒我們 無論我們做什麼樣的善事 小善也好 大善也好 無論我們念什麼佛 念什麼經 記得到最後 我們一定要通通回向 回向哪裡 回向西方極德世界啊 為什麼要回向西方極德世界 希望一切眾生 包括我們的妻子父母 包括我們的歷代祖先 包括我們的過往的父母 包括我們的家庭建設 通通得到西方極德世界 我們阿彌陀佛的加持 為什麼呢 希望他們能夠了生子出山皆啊 這個就是我們 為什麼我們每一次 無論做什麼樣的功課 要記得 你要回向 為什麼要回向西方極德世界 就好像啊 做一個比如啊 我們把我們這個 一杯小水 一杯水 你把這個水呢 倒到這個海 然後海水上面呢 無論這個海有多大 你整個這一杯水裡面 它都融入這個海水了 你說這個功德有多大呢 很大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記得 很多人啊 常常會用疑心 懷疑 我今天念經 我真的能夠回向 給我的眼睛在住 希望以後 臨終的時候 不要來障礙我 它真的能夠得到嗎 只要你真誠心去回向 它都能夠 來得到這樣的功德 比如說 我要回向 我念地藏經 我念手經 我要回向給我的父母 希望我的父母 能夠身體健康 希望他將來能夠 有這個機緣 學到佛法 希望他們能夠 將來能夠念佛 希望他們能夠 真的有一天跟我們統真 極樂果 你用這種真誠心 他們都能夠得到利益的 比如說我今天誦經 無論誦什麼經 地藏經 無量受經也好 我今天要回向 給我過去 這些我曾經 可能不小心 因為我的遺痴 來得罪他 來傷害他 我今天寫了佛了 我來懺悔 我把這個懺悔的功德 我來回向 他也能夠得到這樣的利益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記得在佛法裡面的回向 最主要的 不但回向別人 也能夠回向自己 為什麼 自他不二啊 所以很多事情 很多一些因緣 還有很多的一些 我們在這個學府當中 我們常常遇到的事情 太多了 過去生得罪的人太多了 經過我們的口業 傷害到別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天天 為什麼 把自己所修的功德 回向的意思就是 回 所修的功德 把這些功德 念佛的功德 趕緊回向給他們 希望他們將來 不要作為我們 變成我們的障礙 所以今天佛陀 做這個故事裡面 來提醒我們 告訴我們 回向的功德意義很大 所以天天 無論你做什麼樣的事 念佛要念多少聲 你要趕緊回向 回向誰呢 回向願一次功德 善報四重恩 下跡 善奴 善報四重恩是誰 都是對於我們有恩的人 我們有恩的人是誰 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老師 對於這些眾生 我們在這個地球裡面 通通通回向給他們 希望他們 希望這個世界 希望一切眾生 能夠在這個回向當中 能夠離苦得樂 希望我們這個世界 大在化小 小在化 用你那個心 把那個菩提心 能夠發出來 什麼叫做夏季三土苦 夏季三土苦 就是告訴我們 回向都是給我們的這些 印金債主 我們每個人都有印金債主的 什麼時候來 看自己的福報 當你運氣開始摔了 印金債主就走上門了 印金債主走上門了 因家易解不易解 很難化解的 所以尊敬的這些同修大德 我們過去生中 我們犯了什麼過失 造了什麼業 我們自己不知道 那希望我們這些過去生 或者今生所造的業 我們呢 趕緊用這個回向的力量 什麼力量呢 改過自新 改過自新 然後呢 真正來回向 希望啊 今天經過我們的身口一三夜 依佛法 處世待人覺悟 所以啊佛陀啊 主師大德常常告訴我們 跟人家相處 話少說 多念一句佛 沒事 我們今天為什麼生活很多事 我們今天生活為什麼很多煩惱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嘴巴 控制不了啊 話講了太多了 結果呢 得罪了別人 別人一得罪了 會產生的稱慧 稱慧心一起來 那對我們已經不利了啦 所以尊敬的這位同修大德 要記得 在這個人生當中 我們 無常什麼時候來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啊 好好公公 好好念佛 好好改過自新 把所修的功德 什麼功德呢 就是你斷惡修善 積功累德 這樣的功德 來做一個回向 希望一切眾生 或者我們的過往的父母 我們的累積因心在主 希望在這一生當中 他們能夠得彌陀的加持 也希望我們這一生當中 念佛往生西方极樂世界 臨終的時候 沒有障礙 順順利利 將來使盡到了 先進阿彌陀母 比什麼更重要 所以回向很重要 無論這什麼功德 我們一定要回向的 像過去好像在雪裡 雪裡有一位居士 這個居士呢 他會通靈啊 他會看到這個眾生的 有一天呢 他在這個晚上 在客廳 在這個客廳 在坐椅子 在坐一下 就是放鬆的時候啊 突然間啊 他看到一個眾生啊 他會 這個通這個牆壁啊 他這個從牆壁走過去的 他看到這個眾生啊 從這個牆壁走過去 然後這個眾生呢 他來找他 祈求什麼 祈求呢 祈求呢 求回向 啊 回向什麼呢 因為剛好啊 雪梨金中學會啊 有期盼這個三十七年 啊 因為隔天要辦這個三十七年 他來跟這個居士呢 求超度 希望啊 把這個三十七年功德回向給他 然後呢 把他的名字啊 留下 告訴這個居士 我姓什麼 我的名字叫什麼 啊 這個 然後隔天呢 這個居士啊 這個法會當中啊 他進入這個佛堂的時候呢 誒 看到這個眾生走天來找他的 跪在這個地藏殿啊 跪在那邊哭 噼哩啪啦去哭 啊 為什麼呢 說明什麼 說明真的他們很需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三十七年 沒有別的 真正名揚兩名 希望不但我們自己能夠覺悟 經過這個回向 也能夠回向了一切眾生 希望他們能夠離苦得了 希望他們能夠蒙阿彌陀佛建議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得阿彌陀佛的加持 將來成佛度化無量無緣的眾生 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 用這個回向的心態 來發起我們的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麼 就是叫我們要覺悟 難儘覺悟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啊 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要記得 要記得 無論我們做什麼樣的功課 每一天晚上也好 或者 或者 在你哪一天有言 聖經 念佛 念咒 記得 要通通通回向西方極樂世界 為什麼要回向西方極樂世界 剛才前面已經給大家講了 沒有別的 就是祈求 彌陀佛加持 彌陀佛加持 我們將來 同生极樂 將來 同樣成佛 佛度主持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希望 在這個回向當中 要發這個心 這個佛陀這個故事 也為我們啟發 今天 今天 我們 無論參加哪一種法會 三十七年也好啊 或者 什麼這個 蒙山啊 兩碗寶燦啊 種種的 無論我們參加什麼樣的法會 念什麼樣的禁 真的 要記得要回向 回向怎麼回向呢 回向給我們的妻子 父母 回向給我們歷代祖先 回向給我們 往生的父母 回向給誰呢 給我們的燕清載祖 希望啊 得到彌陀的加持 離苦升天 這個升天的意思啊 就是離苦得樂 這個就是我們 今天給大家講一講 這個回向 真的 只要你那個心 用那個心來回向 大小 他們都能夠得到利益 他們得到利益了 將來第一個 就是來感恩你們 來感謝你們 如果今天他們真的 往生西方幾個世界了 你等於幫助一個眾生 去成佛了 將來成佛 度五量五願的眾生 你想一想 你這個功德有多大 你這個功德太大了 為什麼呢 因為阿彌陀佛有發果言 一切眾生 得勝淨土 沒有一個眾生 不成佛的道理啊 所以今天啊 來鼓勵大家 也提醒大家 如果有一天 我們遇到一些同修 問這些問題 我們做法會 寫這個名字啊 給我們的祖先啊 給我們的父母啊 給我們過往的父母啊 或者種種的啊 真的有得到利益呢 確實真的有得到利益的 這個我們不要懷疑啊 因為佛陀已經自己 親自做給我們看 一個樣子了 不但我們佛陀 我們也常常看到 聽到的啊 這些奏三世信念的 這些眾生啊 煙飛軟動的 得到利益的也很多啊 也非常多啊 像悟行法師講的啊 在法國啊 有人啊 這些通靈啊 會看到他說啊 這些雞啊 豬啊 被殺的這些啊 因為啊 有人啊 為他們力排位啊 來回向 結果呢 看到他們啊 真的往生西方解釋世界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回向的 功德的力量 所以記得 如果有人啊 來問我們啊 真的有這個利益呢 你要跟他講 確實有這樣的利益 鼓勵他們 啊 鼓勵他們 無論我們每一年 在做這個三十七年 你要鼓勵他們 要一起來做 一起來參與 把這個法位當中 統統回向 利口 你說呢 所以啊 敏揚兩利 不僅僅自己的利益 眾生他人 也得利益 啊 今天啊 我就簡單啊 給大家 講一講這個 回向的 這個 真實的利益啊 給大家說明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啊 今天啊 給大家分享到這個地方 啊 啊 在這個地方啊 祝大家啊 老實念佛 啊 要老實念佛 最重要 在念佛當中 心要鑽 心要鑽 不要胡思亂想 眼睛要閉下來 啊 不要東張西望 啊 啊 你要把這句名號 啊 一句一句啊 唸得清楚 啊 聽得清楚 這樣念佛呢 你才能夠啊 有得利益 什麼利益呢 心才能夠定下來 啊 心一定啊 你的看 你的智慧就開了 智慧開了 你的人生就 比任何一個人 都是很快樂 很自在的 這個就是念佛的利益 所以希望大家 記得 念佛要用心來念 不要用你的口來念 用口念你佛 你跟阿彌陀佛不能相應 但是如果你用你的心來念佛 你才能夠跟彌陀相應 而且跟彌陀相應 第一得到的就是 得彌陀佛光鑄造 就是得阿彌陀佛的光明的鑄造 這個就是彌陀經所講的 得彌陀的光明主生 某不能犯 就是說 當你得到彌陀的加持 這些妖魔鬼怪 種種的這些的障礙 就能夠化解 為什麼 因為彌陀的光明啊 彌陀的智慧啊 彌陀的慈悲 彌陀的願力 這個就是我們念佛的功德 佛有多大的功德 你念佛就有多大的功德 佛有多大的光明 你念這句名號就有多大的光明 這個今天呢 給大家講到這個地方 下一次有言 再一次給大家 這個分享 謝謝大家 祝大家老實念佛 祝大家身體健康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謝謝法師 時代開始 好 謝謝法師